中文字幕提供 阿澤,現在社交媒體當道 每人都是追求1、2秒的大招 請嘉賓上來做訪問 要找兩個人去看 說這麼短 無上文無下理 怎見真章 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誰是膠,誰不是膠呢? 那就上來,膠心,膠貨吧 歡迎大家回來我們解圍 今天我們有鄧偉強 剛才我們之前的部分講到五七二 其實我們十集八集之前都提過五七二 我們有一個窗戶的 當時我們的做法就是 現在很多時候的業主去到 處理五七二命令的時候 一般來找一個顧問 然後顧問製作標書 標書之後那個承建商 就接了一個標書來做的時候 那個標書九成九 都是一個叫設計與建造的方案 即是說 標書裡面是沒有寫明 怎樣去做的 只是說要解領 那個承建商下架的時候 就想著 我用一個無論你怎樣做都好 我都要幫你做到的價錢來落標 我們倡議就不用這個方法 我們跟私房署聊了多次 我們倡議這個方法 就是你寧願多給錢的顧問 叫顧問在做標書之前 把所有的方案 先進職 令到屋嶼署和私房署 同意你的職 然後根據入職的方案 有實量實度的尺寸 怎樣做的設計方案 全部放出來才是招標 這就是我們倡議的做法 即是我們大聯盟和民主黨倡議的做法 這個是解決到很一部分的問題 當然解決到那些是 又集到資去做 又成立法團 又沒有業權的爭拗 那些你肯做都有一個方向 起碼你沒有那麼容易被人騙的方法 這個事實是做到的 但剛才阿強今天提到的是另一樣的事情 包括剛才我說的之外 有一些三毛大廈 沒有法團沒有業委會 沒有人去管理 什麼都沒有管理公司 那他們怎樣去到籌備呢 我明天下午也有一個會 就是中環的 就是這些 他們是五層樓高 一梯一火 一條梯 一層樓全層 但每個單位都很大的 三千多呎 他們是中環的商業區 有回所 有店舖 有酒窖 那樣的 問題就是 不肯成立法團 接著就 要夾錢做這個 就說 每人簽名做 我上集都提過一下 開頭夾的時候 就說每人給五萬元 夾完之後 有個人做了一下 然後就說 喂 我收你幾萬元這個服務費 然後我辭職了 我不做了 因為做不行了 因為做不行了 然後找第二家庭 第二家庭就說 你之前只有五萬元不夠 每人多夾十萬 那去到說 每人多夾十萬 那一下 那些業主才醒覺 覺得要找人來幫忙 想一下 究竟對不對勞 找到我們 我們建議去成立法團 因為現在他們還說 每人夾的錢 是夾到其中一個業主 其實我不是說業主有問題 不過人情還人情 數目要分明 你有一個這樣的設計 其實是有一個問題 你的錢如何管 日常會麻煩 分錢也會麻煩 所以我們也提到一些 我們處理到的個案 這個也是其中一些 我們經歷的個案 我們可否有什麼政策的好處 做法呢 現在他的做法就是 政府建議你要有些設備 其實有沒有其他的做法可以做呢 我們研究 其實以往 跟民國消防署那邊 其實剛才你也上一集說到 在節目休息之前 有沒有可以替代方案 其實我們很想 可不可以跟剛才類似的 就說 這家公司都說 不如這樣吧 我不介意給AP錢 就是有些肯付錢的 但是可不可以 他有些替代方案 就不會裝水缸 因為其實裝水缸 有牽涉到就是 業權 這個 就是其他的 或者隔離磁子 或者其他問題 譬如有沒有替代方案 舉例 現在其實消防署 在商業樓宇 他就給你用滅火筒 有些新的技術 有些滅火筒 是他准你用滅火筒 做 英文是alternative option 即是替代方案 但是他說住宅不行 因為 都是覺得說 住宅滅火筒是不夠的 當時我們問他 其實商住大廈和這個 都是人 究竟是否面對風險不同 但是他又說 總之根據他們的指引 住宅大廈是不可以的 當然 我們和消防署都定期見面 近年是有些位置有送張 譬如說以往 講到明 民怨大 是的 他以往是鬆張 就是說 他以往是不會考慮 現在那些什麼 用沖刺缸 或者放寬食水缸 做替代方案 或者是縮小水缸 他以往是沒有的 他說不行 這個是消防署 我們是不會退的 但是近年看到這些 就開始退 我們其實都希望 會不會是 給那個 認可人士有多些的 空間可以 其實水缸和上水缸是很困擾的 尤其是舊樓是太多這些空間 我經常在想 其實我們 我和你接觸過很多個案 卡住的個案 其實那些大廈 那個建築的模式 是很近似的 是很近似的 就是為什麼 我們自己 都不是專門去做消防問題的人 但是我們撿到一些個案 都是很近似的 很近似是什麼呢 就是 我主要覺得 就是 搞不定 他的命令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沒有位置放水缸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 那為什麼 難道消防署自己不知道嗎 我覺得他一定會知道 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起碼我們跟這個個案 他一定會知道 因為我們最起碼 我和你做也是 其中一步 就要約消防署 下來和居民解釋 這步我們一定會做的 所以消防署是不會不知道 究竟 那些 樓梯樓 那些舊式舊樓 面對到的問題 為什麼 我經常都覺得 因為我不是 集中做政策研究 為什麼不想一些方法出來 他特別是給那些單動樓梯樓 是吧 他怎樣解決 是吧 給一些 我不知道有沒有一些 適合他們用的消防設備 就像剛才你說的 衙滅火桶 商業就可以 但是 相處也可以 其他一種 他可以想 你不滅火桶 我對後怎樣做 或者我 一定要下面預留的位置 如果雲梯 可以上去的 我又有一定程度豁免 可以想這些 可以想這些 或者 給多一點 就是說 如果他那裡 距離消防局相對近的 或者街井有消防的 有街喉 有消防的 是吧 我又可以 給多一點點豁免 如果你不幸 你住在那裡 又不接消防局 又沒有猴子 車又駛不了進去 那對不起 你又一定要做 我覺得這樣 人家都很狂 同意 同意 因為 起碼 沒有辦法 要麼就爭取 自己的猴子 在樓下 要麼我就 擴復路 可以進去 我真的是人身安全 那你就要做 我覺得 怨氣會少了 政策方面 可不可以這樣做到 這個補充小資料 其實消防署 有一次跟我們說 其實百分之 90以上的地區 都是符合消防署 6分鐘出車的要求 剩下那些在哪裏 其實那些 可能就是打死無怨 就是那些大嶼山南部 沙頭角 那些 但是那些 其實比較少 我們這些 我都接不到 即使沙頭角 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 那時候她也同意 是要考慮的 但是我們現在 因為林鄭出了這個方案 之後 即是麻煩 就是說 接下來送錢 當然 她有個實施時間 大概可能是 明年年底 這個就是初步她希望可以出到 大家都知道 這麼大的錢 我已經整裝待發 那些要賺錢 那些賺錢的人 其實說真的 阿強那種賺錢的人 就不是說非法的人 應該是說包括非法的人 即是 其實連正常做生意的人 我明知道政府大派 這個金錢下去 我那個行業那裏 我都打算加價 我怎會不打算加價 我覺得政府這方面 有時候想一下市民 要處理的問題 說真的 現在舊樓業主 解決這個 所謂五七二 或者消防命令 當然 錢 真的是一個問題 錢真的是一個問題 但是其他很多問題 就是技術的問題 沒有支援 對 支援的問題 政府完全不想 但是 你反而想錢 為什麼解決問題 但是當你想到錢 怎麼侵下去 本來我要夾五萬元的 你侵錢下來 本來想幫到我 但是其實 可能我還是要維持著 夾五萬元 甚至乎更高 因為收多了我錢的人 就是那些承辦商 水上船高 還有害怕 幸好消防署 這方面 當然他不會 殺了一切出來說 我們 都不會突然收緊那個 檢控的 他沒得說 給你一個藉口 那你當然 一定要去做 做好自己的本份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對 但是 我們都跟他說 你也知道 譬如說 他在說 他二十億大約 可以支援到 兩千棟大廈 我們初步 大概知道 你看他給多支援 他不會爆發給你 是多少少少 可能一半左右 他說大概一半左右 兩千棟大廈 其實都不是一個小數目 說大都支 是說收到消防命令的 三分之一 其實很簡單 就當消防承辦商 他們做多久才做到二十億生意 你當你給一半支助 整個市場是四十億 只做消防 四十億 要多少人做 我們很擔心 我不是反對政府派這些錢 你派了之後 真的有人受惠 結果給少了錢 其實不重要 我們很歡迎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所謂派錢 派完錢之後 業主原來沒有給少了錢 反而是建造商 成造商 收多了錢 那你的政策 又何苦呢 你為何要做這些政策出來呢 所以這個我覺得 真的 開玩笑 拿來開玩笑 真的很煩 等於你又說 遲些又搞什麼 樓宇更新彈洞 2.0 你們有沒有接過這些個案 而樓宇更新彈洞 這個運動是一個很大筆資助的方案 很吸引人來參加 這次有三十億 三十億 三十加二十 其實我告訴大家 現在大家看到我們做法律運動 我當然這幾年都很忙 但其實我開始要開很多法團會的原因 是因為有樓宇更新彈洞 這個彈洞 就搞到我們要開很多會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對我們來說 似乎那個方案不複雜 但是真的很多地區人士 就不會解釋給街坊聽 我們就去很多地方做解釋 做諮詢會 變成 久而久之 我們就變成很熟悉的例子 所以這個樓宇維修市場 就不斷地 政府又插著腳過來 我真的 送錢給人花 真的有這樣的感覺 有這樣的感覺 願意是好的 但是你做出來 其實我們去年 剛剛一年前 我們見到林鄭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這些 當時林鄭 我們昨天見到她 她還是 政務司司長 當時她還說自己不會選特首 現在她已經選了特首 她當了特首之後 不夠三個月 不夠三個月 現在又搞樓宇更新彈洞 我覺得真的很麻煩 這個位置 不過這個可能 Winfield 可以多說一些 也請教 以往 我聽過 留意更新彈洞之前 遺標是沒有那麼猖獗的 一個一個 以及以往十幾年前 即我初出入行的時候 其實 我們現在說舊樓 就不是說遺標 是說這個收購 即是說這個強拍 當時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其實是這樣的 我以前去做大館 開初做大館 經常跟前輩一起去做 當時很流行的 就是 不要相信便宜 便宜的偷工減料 很多時候是說這些 很多時候說這些 現在就反過來 不要相信她 便宜的都不能相信 因為根本上 擔心她遺標 我經常都說 遺標找你錢 有三個方法 方法一 就是抬高價錢 合起來找你錢 方法二 就是用一個 相對合理價錢 但是所有東西偷工減料 從中就取利 方法三 就是 兩者並行 既有抬高價錢 也偷工減料 但是我九成見到 遺標的個案 都是第三樣 第三樣 就是兩邊成的 又偷工減料 我們初出道的時候 那些所謂遺標的人 或者用大廈管理 來謀取不合理的利潤的人 最主要都是用偷工減料去認識 那種偷工減料 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 根本 他用的物料是貨不對版 第二種呢 就是 明明我要做那面牆 有十個地方要做的 我做七個 或者我做四個 做小一點 從而減低自己所需的成本 收回合理價錢 當時面對這些時候 監察方式就是大家的業主要看緊一點 接著他去做一些視察 接著他去做這些 拍照紀錄 那時候拍照紀錄也很麻煩 我經歷過 我是經歷過 是真的用菲林 機的年代 拍了一些照片出來 然後就抹回來 也不太方便 很多時候 用傻瓜機拍的 他們帶傻瓜機拍的 有36張 最多都是36張 我記得 所以 在這樣拍的時候 都頗免失事 很多時候 又說什麼菲林 又說拍不到 也曝光不夠 看不到 經常都說搞不定 又沒有閃光燈 又沒有電 很多藉口 現在就好一點 叫做先進一點 再到 你說當時是不是那個 維標的情況 沒有那麼嚴重 我有一點點認同 起碼那個金額 我這樣說 如果我十五六年前 處理大廈維修那些 那個維修額 他騙了你也很少 我當作整筆工程都是騙你的 一元也不用做 他也是很少錢的 你每戶都是夾兩三萬 他騙你多少錢 現在不同 現在每戶 十萬 十萬 二十萬 每戶 剛才我們興五七二那些 我有單五六年前做的 單動柳德十八戶 樓梯樓 一梯三四伙 那些 他都要做 平均九萬元一戶 一百八 一百五十萬 做工程 十八戶一百五十萬 都複雜到做 因為他還要做 那些什麼 防火板 遺風 那些 所以 你問我 只是越來越嚴重 嚴重的關節位 最關鍵的位置 去到轉捩點 就是 開始政府有資助 以及強制嚴流 如果我看政策 這兩個是 吹命符 吹命符 一個吹命符 就是給資助 推你們去死 第二招 第二招就是 用法例逼你們去做 這兩個是很嚴重的 但是 第一 我們從政也好 地區工作也好 我們 一開始 真的不能夠 有個理據 去跟市民說 喂 政府你不要付錢 那些市民 你不要派錢 即是被人打 在街上 同意 第二 當政府說 嚴流重要 保障安全 保障安全 你怎麼反對 擇死人你負責 又是說什麼 你還記得 那時候剛剛說 嚴流 又倒樓 說了很多事情 大家都很擔心 又說跌東西下來 那時候 十天八天有新聞 又跌些槍下來 才強制嚴槍 如果不是沒有 所以 無法反對 但問題就是 現在 大家想出來的時候 當時沒有想到 有人在這方面 要作奸犯科 還有 想不到利潤 是可以去到這麽大 其實這跟三四四相似 如果大家 有聽過節目 都知道背景 以前是 覺得業主有良好意願 那時候 1970年的時候 叫做多層建築物條例 阿強真是 真是 這個 所以你見 整個三四四 他沒有什麼罰則 去咀嚴業主 不是咀嚴法團 沒有的 因為他說 當然 他很害怕阻礙你 你害怕到不敢做 他很害怕 所以整個法例 這個也是 無論民主黨 或者大聯盟都說過 其實 以今天的時勢 是否要開始看看 整套大壓管理法 是否仍然有這樣的模式 反而這個和 五七二這個都相互相成 因為三四四 那個思維已經是 跟不上 我和你去見林鄭 她還是政務司司長的時候 我們不是提要罰的 她覺得罰是不好的 不行的 業主會不做的 這個世界很快 一年 剛才你沒有做政策研究 這一年你也有政策研究 不過你就沒有去 我們不是去做 我們不是去做 我們一個月前 我們民政事務局的副局長 陳即智 他約了大家 不同黨派的立法會議員 坐在那裡談 究竟條條例要怎樣修訂 當時很搞笑 他就好像小學生 條條例是要過這些 不過有些事情是程度問題 要怎樣改 紅色字 大家商量一下 這些紅色字要怎樣改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究竟 要多少 每一個人 最多可以拿多少授權票 五個百分之三個百分之二個百分之三個百分之二個百分之二 大家在那裡談 不同黨派的人都有 有民建聯的 有經民聯的 有什麼都有 民主黨也有在那裡 就是我 尹兆堅和阿廷在那裡 我就是用林卓廷辦事處做你的身份 去做 當中我想說什麼呢 提到這些電視 我想說 在罰則那裡 當時有罰則 當時有罰則 你也知道 落地去做 我不敢說其他戰黨沒有做 主要做的都是民主黨 對 我們當時 我和阿廷和阿兆堅 就在那裡商量 我們怎樣 我們商量之後 結論了 你知道我們怎麼說嗎 我們說 我們覺得 起碼也要坐牢 我們要坐牢 我們以為 我真心覺得是要的 其實那些人 是刑事 他掩蓋你的帳 那些錢是阿公 他不交到那條帳 連牢也不用坐 你就沒有了客力 對吧 我們一開始以為 都會有人反對我們 你也知道 有些人 總之政見不同 很多事情都 反對你 就不用理由 對嗎 同意 誰知道 每個人都贊成 我相信 現在 擺出來的法例 接下來應該是一百年 可能要到下個立法年度 其實隨時過不了 因為我自己做的經驗 因為你知道 這麼大的利益 還不去取行馬桶 那次我們出 我不知道他們結果會否變臉 可能我比較天真 當日坐在那裡 是個個贊成的 因為這個 我記得我2014年 2015年 我見過陳奕智 現在是一個副獎 他當時是做常秘領夫 都升得很快 然後我就說 其實你們預約什麼時候 我們都猜要2017 18 他當時是這麼說的 那時候2015年 2014年 然後我說 你行不行 你說你 這樣搞一輪 你知道 有這麼大利益的時候 我覺得隨時 2020 你都還沒搞定 如果他說 一百年可以做 色目以待 現在他擺到 在那裡 排隊排到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但是起碼 我解釋一點 阿強剛才跟他說 那次的概念 跟現在的概念有些分別 正如我們去年跟你一起見過一次 他們就在那裡說 因為 建立這個什麼 多層大廈 什麼什麼條例 現在的建築物管理條例的前身 的概念就是覺得 以人為善 業主自理 對 我們就沒有理由要罰他們 那他當時就說 怎麼會收回當時 141516的建議草案呢 知道現在的違標槍決 真的有些人用法團的名義 去到作根犯科 有人這樣做 不是每個人 有人這樣做 那 這條法例真的需要 去用另一個角度來寫 大執 對 所以現在的原意 跟多年前的立法原意已經變了 所以 沒錯 阿強覺得對 到時會有很大的爭議 我也不知道 那些不同的政黨 究竟在立法會的時候 是不是這麼堅持 但是 坦白說 我們民主黨 或者大聯盟 都好 我們在這個立場裡面 我們很鮮明的 多次說 我們有紀錄 難道我們到時反口 說不贊成嗎 我們不會這樣做 還有這些 我們真心覺得 是需要這樣做 所以 大家拭目以待 怎麼說這條例 今天 很感謝阿強 上來幫忙 說一下 日後 這個盟友 就是最熟 政策言的方面 日後這些政策 我就把他抓上來說 好嗎 阿強 下次把他抓上來 好嗎 今天跟大家說到這裡 下集希望大家再收看我們解圍的節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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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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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 阿強 阿強 隨時可以幫你節省幾十萬